日行一善,一年行三百善,积善成德,改变命运 今生的妻子,红颜,情人,前世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一半要随 争,不是与他人,而是与困苦,随,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知止而厚安 争,人生少遗憾,随,知足者常乐 最怕该争时不争,该止时不止,总在纠结中痛苦着 古时候有个书生和未婚妻约好在固定的时间成亲 可到了那一天,他的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 这件事让书生很受打击,也很伤心,从此一病不起 一位云游的僧人,路过书生所在的村庄 听人说了这个情况,就决定点话他一下 僧人来到书生的家里,走到他的床前 然后从怀里摸出了一面镜子,叫书生看 书生接过镜子,发现看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一片茫茫的大海 有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 不一会儿,一个人从此路过 那人看了尸体一眼,却丝毫没停留 然后摇摇头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路过一个人 看到这种景象,就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 盖在了女尸的身上,然后也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远处又来了一个人 那人看到女尸后,走过去打量一下 然后转身回去 不一会儿,拿着一把铁敲过来挖了个坑 小心翼翼地把尸体挨了 书生正疑惑的时候 镜中的画面进行了切换 这时书生看到自己的未婚妻 在洞房花烛夜 被她的丈夫掀起了盖头 二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书生看到这里不明就里 就问僧人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僧人接过镜子解释道 那海滩上的情景 就是你们前世的经历 那句女诗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 而第二过路过的人 则是你的前世 前世中你曾给了她一件衣服 她今生和你相恋 就是为了还送你衣服的情分 但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 是在前世把她掩埋的人 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 书生听完了僧人的话 豁然开朗 病也渐渐的好了 自己也有信心 去寻找下一段属于自己的姻缘 有些是我们所爱的 却是我们所不能得到的 面对这类的人或事物 不要太过执念 那是缘分为道 如果因为我们所喜爱而没能得到 便陷入烦恼 从而无法自拔 那便是自己折磨自己了 得知无法得到那人或事物的时候 我们受了一次伤害之后 我们又不停地回想起那场景 不断地进行自我伤害 凡事皆有一个原法 想要争取什么 尽量做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好了 不要想着一定得得到 那样是不现实的 要学会享受过程淡化结果 只要过程中我们有所收获 有所感悟 便是成功了 如果一定要盯着结果不放 不仅无法体验过程中的美好 还会经常失望 所谓尽人事 安天命 要事事皆努力 不要求事事皆万全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 以及关注日心一善共修平台 欢迎大家在文章底部留言 点赞看 也欢迎大家积极转发分享这篇文章 给更多的善友同修 分享是一种美德 转发就是积德行善 画作五色景帆 转山转水转佛塔 画作风马 妻子飘扬 好汉藏雄霞 转身刚好遇见 你在书写迹象的画 画着漫步云端的练花 画作五彩哈达 今天经地经菩萨 画作顿荒 飞天再歌再舞的笔花 抬头刚好遇见 你在突然寂想的画 画这城市之外的繁华 心像一般唤醒 遗落前世的记忆 是经文上刻着为你能解的谜题 随风潜入我心底 化作恋心雨 在佛前盛开一部美丽 心像一般唤醒 遗落前世的记忆 化开化落更不不变 心中的气息 那是菩萨的心雨 藏在我心底 在佛前盛开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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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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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